我之前就一直在想 一直想拿个冠军 但是我 但是我刚打折之后 先是一直在打我的脸 每天早上醒来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盖上被子 继续你没做完的梦 一个是掀开被子 去完成你未完成的梦 一曲一直在想 在必做这件事 我来的时候就没 没经过纪录赛了 之前自己打得也很惨 就打得也不好 就已经感觉有点酥麻了 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过一个赛季 退一几个 然后又过一个赛季 退一几个 然后到现在只有我一个 我之前在W的时候 经常会说一句话 感觉我活着好累好痛苦 没有一个目标 看了一下编录的 那个基本年龄 都好像都是比我小的 怀疑过吧 因为我可能就觉得 自己年龄太大了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想的可能就 想的没那么多吧 就想出去稍微拼一下吧 恭喜东莞WC 晋级四强 主要是当时是觉得有实力 但是没那个机会吧 最初的契机是快手的 教练很看好我 我自己觉得只要能首发就可以了 没有 没经过季活赛 如果我能早出生半年的话就好了 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沉淀自己嘛 让自己变得更强 一曲的队友换了一波又一波 小A在低谷的境遇里蹉跎 阿泽在自我的怀疑里挣扎 小九和晚星鸡不风食 他们留给赛场的只有离开的背影 也都混沌的困在季后赛之外 于是各有心事的五个无名之辈 悄然在B组相聚 选择去完成未完成的梦 就是我们队伍其实一直是不怎么被看好的 我觉得 因为跟过去的也有关系嘛 确实是四年多了嘛 一千三百多天 然后等就这么我们抢面 大家其实都是觉得 我们队伍是最不配赢的吧 所以说就是五个人之间比较信任对方嘛 他觉得我能行我觉得他能行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从B组上来 就这么简单 好 好 他工夫 能提供你 但是也恐怖 就会把人大梦和你 到底在哪里 你好 对象 可是ļ� 我突然在我 战胜上海RGM 恭喜苏州KSG 本赛季的第一个让二 J3苏州KSG他们做到了 下集赛的B组被称为最强B组 他们用信任和凝聚从B组杀进A组 进了A组 小A和百姓的ID发挥了魔法 他们真的拿到了卡位赛的资格 F开大招 拖一下线 大闪拍起了五个人 AOE 关键JX直接没了 打掉两个完美群控乘五 万欣赶紧去不说说 大卫生算上天雷勾地晃 这是阿泽 目瞪口呆 恨天无霸恨地无环 要一波了 时间不够了呀 胜利 今日分Top5第一名诞生KSG阿泽 天神下凡 说我们阿泽 我的天神下凡一锤舞 谁开到的 我从出去一楼黄老师 就直接把我抱了起来 风光寒 NICE 牛逼之类的 今天必须要发小朋友圈 就贼兴奋 我就发了我们的口号 就三个S 我们进A组也没法 进卡位赛也没法 我们就别的一口气 等进S再玩 一旁的一曲一直沉浸在复杂的情绪之中 他等待这场胜利太久了 哈哈哈哈 因为这 这次的机会S主 虽然我 我没有 没有因为什么 表的 表的 表的很激动 但是我 我内心也是很开心的 因为这两年 我什么神经都没有拿到 我这两年 等于什么事都没干出来 我感觉我很对不起我妈 父母离异后 他和妈妈一起生活 照顾妈妈 保护妈妈 从很小的时候 就刻进了他内心深处 反正我四五岁的时候 我家租那个破环子的时候 就在租到山里的时候 每次吵架都闹离婚 出动的时候 我最怕的 一件事就是住学校 就是住校 因为住校的话 我就不能 我就不能关 就是不能 是的是的 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八十了很久之后 然后后面 中文去离婚 离婚之后 我妈就 就那种 就感觉得到解放了 我打这个肯定是 是为了赚钱 赚钱 赚钱什么呢 赚钱 赚钱两家 然后给妈妈 小宝负妈妈 对 你想快点长大 是吗 是 我觉得我现在才是刚开始吧 还没拿到自己更想要的东西 你自己的目标 你自己的目标还真的还是很远的 你成为妈妈的交 我妈一直对我非常有信心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 没有做 做好啊 我 现在才 才干净 才经就在 我也不知道 我到后面 我能走多远 压抑了三年的情绪 一瞬间迸发出来 拼命不一定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 他们以前也很拼命啊 但是因为没有赢过 谁又敢说自己努力过呢 之前每次 美金结婚伞 外界都说 都说我们放了 就是放 类似那种半年的假那种 实则 实则根本 没怎么放假 都是在训练 哪有那么清楚啊 异曲的这句话 也许是B组很多选手的折射 他们挣扎有多用力 他们的敌人 就有多恐怖 那么 他们的敌人是谁 与晚星小九是机遇 与阿泽是认同 与小A是目标 与异曲是家庭 这些词搅到一起 你会突然发现 这不就是生活吗 他们每个人都被困在生活的另一面 就像当初苏州KSG 一直被困在B组一样 很努力却无可奈何 可是敢坚持 比放弃勇敢一百倍 我一直都很努力 就算你自己不要彻底放弃自己的话 就算如果你自己都彻底放弃自己的话 应该就能自己消 因为我自己的梦想就是打支援 我肯定还想再能打一会儿再多打一会儿 与其说克服敌人 不如说治愈敌人 坚持可以治愈敌人 梦想可以治愈敌人 队友也可以 那些厉害的队员 他昨天不是赢了吗 因为他们也很激动地给我发信息 说我终于熬出头了 他们应该也会谢谢你 这个赛场的魅力 还让你在价值观的地方得到的是 是的 尽管这个赛场是残酷的 但是我许多的道路没有一点后悔 把我慢慢地跟很多朋友认识 给了我信心 他给我的感觉 其实也是比较阳光的满楼 对团队也好 对自己对吧 也越来越自信了 从B组到S组是多长的距离 可能一个赛季 也可能几年 他们五个只用了两轮比赛 秘诀是模仿吗 不是的 晚兴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我觉得 像是一个丑小鸭 我觉得丑小鸭本身就有天鹅的那种基因的 但刚开始我们组在一起的时候 也没有S组的水准 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就自己变强的这种过程 在KPL的赛场上 极少数的人出道即巅峰 但是却有无数个一群 他们都还困在未完成的梦里 他们多年留给赛场的只有背影 在电竞的舞台上 没有走到最后都是不圆满的 但是对于苏州KSG的每一个人而言 今天坚毅转身 面对生活的困境 又是一种新的圆满 无名之辈们 完成这个梦 去寻下一个梦吧